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題是關於《星戰》第八集 《Star Wars》最後的決定武士的25個問題 第一個 在電影最後拿起掃把的小孩是有原力的意思嗎? 是的 電影的最後應該是暗示他也有原力的意思 他就掃地也沒有掃兩下 然後就看著星空 代表著新一代的傳說即將要崛起 2.片名中最後的決定武士是誰? 其實在上一集的時候 就一直用最後的決定武士來稱呼陸克 這個片名的《The Last Jedi》應該指的也就是Luke 電影的最後他挺身面對凱羅倫之後 點起了希望的火苗 讓大家相信決定的精神 把這個傳說給散播出去 最後那個有原力的小孩他在去掃地之前 也就是在聽陸克面對凱羅倫的故事 3.陸克為什麼會憑空消失? 簡單的說他死了 跟他的兩個師父尤達還有歐比王一樣 死亡的時候就會讓自己的身體憑空的消失 然後回歸於整個世界的原力當中 這也算是絕地大師修行的最高境界 在最早的第一集 歐比王和黑武士對打的時候 也是為了掩護陸克一行人離開 然後突然他的身體就不見了 只剩下他的光劍還有斗篷 4.陸克下一集還會出現嗎? 我覺得是蠻有可能的 就像是歐比王或者是這一集的尤達一樣 是以絕地英靈的方式出現 然後繼續教導瑞 畢竟他的三堂課只教了兩堂而已喔 5.尤達是誰? 一個神秘的絕地大師活了幾百歲 簡單來說他就是陸克的師父 所以才會在這一集當中出現來教訓陸克 至於為什麼他死了還可以使用那個洛雷術 應該就是兩種可能 一來就是他的原力真的很厲害 二來就是剛好有雷打到那個樹的上面 6.陸克為什麼會瞬間移動? 陸克並不是瞬間移動 他有點像是心靈傳遞一樣 出現在莉亞的身邊 然後幫助他們 有點就像是這一集 而且瑞跟凱羅倫可以互相看到彼此一樣 利用原力的力量 7.莉亞公主也會原力 是的 她是Chosen One天選之人安娜金所生的小孩 前面的電影就有講到說 莉亞公主本身應該也具備了強大的原力 所以她才可以從太空中獨自的回到船艙裡面 在這一集還有上一集當中 都出現了很多新的對原力的使用方式 我覺得就是新的系列對電影要有的一些新的詮釋 但是看到莉亞公主那樣子一隻手 好像LALALAND一樣的飛回來 好像還是有一點點好笑 8.陸克交給莉亞公主的骰子 是很重要的東西嗎? 她是上一集死掉的Han Solo 掛在千年音號上面的一個小飾品 在最初的第一集裡面有出現過她的存在 但是在之前的系列電影裡面一點都不重要 在這一集這個骰子會有這麼多的鏡頭 會有這麼多的戲份 會有這麼多的戲份 我強烈的懷疑肯定跟明年年輕版的 Han Solo 的外傳電影是有關係的 撲耿!撲耿! 9.為什麼Snook死了以後 Rae和Carol Run還能對話呢? 我覺得Snook只是替這兩個人用原力牽上了線 只要這兩個人沒有人去關掉這個對話窗 他們應該就還是可以互相聯繫去對話 而最後Rae在千年音號的船艙關起來的時候 似乎是有一個想要關閉連結的表情 我也不喜歡這一段 看第二遍的時候更覺得這一段刻意在誤導觀眾 還有製造一個劇情上的假高潮 合理的解釋Hodo不把這個計畫告訴Paul 是為了怕消息走漏 我們也看到後面這個計畫被反派知道了之後 他們從撤退到基地的過程當中死了多少的人 而在劇情上面的設計是為了凸顯Paul這個角色 太執著於眼前的計畫 而沒有一個領導人應該要有的大局觀 11.為什麼反派的船艦追不上反抗軍的船艦 電影裡面有說低秩序的船艦是因為太重所以太慢 再來當然是因為劇情的需要 然後曹操會告訴你 當你的武力大量的贏過對方的時候 你是很容易輕敵的 而且看著對手慢慢的走進死胡同的那個感覺 其實是蠻爽的 12. Captain Phasmus 死了嗎? 應該是死了沒有錯 星戰中這些帥氣的反派人物其實都還蠻免洗的 上一集他被丟進垃圾場裡面這一集再出來死一次 如果下一集他還有他的戲份的話 我想我應該會笑出來才對 13.一起跟Carol Ren離開Luke的學生們去哪了 是那些紅色衣服的衛兵嗎? 他們應該是加入了上一集還有出現的人武士團 不清楚為什麼這一集就沒有他們的戲份了 當然如果他們還在的話 那瑞和Carol Ren那一場 狼情愜意的光劍戰鬥就不會出現了 而那些穿著紅色衣服的是皇家侍衛兵 應該也不是這些人 14.瑞和Carol Ren打完之後是怎麼回到千年音號的? 電影裡面其實有說他要邱巴卡等他發訊號之後隨時來接他 所以腦補一下應該是這樣子的 他在爆炸之後先醒的過來 然後拿走了斷層兩節的光劍 坐在Snowker的求生艙裡面 發出訊號 回到了千年音號 15.瑞和Carol Ren之間有感情嗎? 看起來是非常的有機會 瑞在進入到那個洞裡面 面對完自己的黑暗面之後 和Carol Ren之間在對話的那一場戲 其實非常的感人非常的好看 到他們兩個人的時候接觸在一起的那一段戲 我覺得是這部電影非常大的一個亮點 兩個人有著某種程度的共通點還有相同的情感 才有辦法彼此一直被原理所聯繫著 我想下一集 兩個人肯定會有更多的感情戲 而這兩個人的關係可能會決定這部電影最後的大結局 16.瑞和Finn之間有感情嗎? 應該也是有的 在上一集裡面 瑞一直把Finn當成是反抗軍的英雄一樣的看待 中間雖然Finn打算要離開 但是後來瑞又在反派的基地裡面 遇到了Finn要來救他 他是非常的開心的 而且Finn還因為要拯救瑞而陷入了昏迷的狀態 也算是讓Finn成了一下英雄 所以最後瑞看著Finn在照顧那個受傷的Rose的時候 那個眼神裡面是有一點哀傷的 17.Finn和Paul之間是有感情的嗎? 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是因為Paul每次在見到Finn的時候 都是異常的熱情 然後跟他打招呼 甚至還把自己的外套送給了他 所以在網路上面的粉絲 是蠻把這兩個人湊成一對的 而且飾演Paul的Oscar還蠻患運這件事情的 18.Finn 那些人為什麼會在基地被抓到呢? 他們被這次新出的玩具 壞人版的BBA BB9E 在他們潛入基地的過程中給發現了 就是這麼簡單 19.Max在跟誰打仗? 他說他正在打一場你們不會知道的聯盟內戰 感覺那一段就是一個衍生故事的好業配啊 20.Snook死了嗎? 在《星戰》的電影當中 最誇張的就是安娜金斷手斷腳 掉進熔岩裡面 還是可以被救回來 我想Snook被腰斬的意思 應該就是代表這個角色被腰斬了 我覺得很有可能 他不會出現在接下來的第九集裡面 比較有可能的是 他會出現在Ryan Johnson 新的三部曲計畫當中 所以Ryan Johnson 在這一集 才特別的用這種 沒頭沒尾的方式解決這個人 然後又不跟你解釋他是誰 21.為什麼Luke 後來又回心轉譯 願意交Ray 在電影當中 Chewbacca正在遲疑著 要不要吃那個烤熟的大野猛鳥Poke的時候 Luke偷偷的從後面闖入了千年銀號 看見了他的好朋友R2D2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 不讓R2來勸Luke就好了 然後R2使用了那個大劍招 莉雅公主的求救影片 這是星際大戰一切故事的開端 我想Luke也想起了這一切故事的開啟 而打動了他 22.瑞的父母真的是Nobody嗎 我覺得是 才符合這一集的精神 人人都可以有原力 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英雄 23.這一集是不是沒有出現經典台詞 答案是 沒有 24.這一集沒有人斷手 有的 結果 被腰斬的Snog 在上半身倒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留了一隻斷手在他的椅子上面 25.凱若任一開始就想要反叛Snog嗎? 我覺得是臨時起義的 在這一集當中 凱若任發現自己的弱點 就是心中一直揮之不去的那個 善與惡的掙扎 他永遠沒有辦法像黑武士Dars Veda一樣 成為一個忍酷無情的一個戰士 而他發現自己永遠沒有辦法 成為心中的偶像的時候 又遭到Snog的利用 他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又一次的被自己的老師給背叛 所以就決定一口氣全部的剷除一切 一種就是我想我要我可以的狀態 非常的中二 不過也非常的真實 基本上新的三部曲的主角都是一樣的 Rey Finn Paul Carolin 都處在一個青少年的心智狀態 基本上這幾個人都很中二啦 他們都需要有人帶領非常的衝動熱血 同時又很迷失 有點像是所有的主角都是前傳三部曲中的Anakin一樣 而在這一集當中 幾個年長的角色都一一的退場 希望可以在下一集當中 看到這幾個角色都有比較明顯的成長 以上就是關於Star Wars最後的決定武士的25個問題 在這部電影正式上映之後 其實帶來了不下上一集的爭議 有的人說星戰八毀了這個系列 我自己是覺得星戰八的確是為這個系列 帶來了改頭換面的一個創新 講難聽一點就是毀了這個系列的一些傳統骨幹 而我基本上也認同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不是一部很好的星戰的續集電影 但是你不能否認它是一部相當精彩好看的商業大片 這基本上就是萬惡的迪士尼 為了推出更多的衍生作品 而需要做出了一些改變 或者是為了後面的鋪墊 我在上一支影片講過 這就是一個它想要去的方向 你不喜歡沒有關係 它很明顯的想要拓展更多新的影迷 我們只能靜觀其片接下來的作品 它會往哪個方向走 今天這支影片的類型算是一個我新的嘗試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你的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